Live a life every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m never seeing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表妹帶我來吃早餐 我們在她推薦了一個 她的評論很好 她自己也沒有吃過一個貝狗店 然後她幫我點了一個 一個everything bagel 就是外面有很多料的 然後裡面的cream cheese 裡面還有一個 像蔥一樣的 她不吃肉 所以她點的是素的 我剛剛有偷吃了一口 我覺得吃起來 就是味道很香 但是比較淡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的環境 在路邊 天氣也很好 然後很多人遛狗經過 我覺得非常好吃 我覺得非常好吃 她裡面的cream 給超級超級多 對的 可以直接只買裡面的 會不會有人賣 直接買 對 她只要一個cup 我們剛剛吃完 貝狗呢 現在有沒有帶我來一家她喜歡的咖啡店 然後呢 我一進來就驚呆了 因為她的一般的拿鐵 只要3塊多 睡前3塊多 然後我們之前喝glu bottle 全部最便宜的 好像也只有看到6塊 睡前6塊 所以 這個 超划算耶 然後點了一個熱拿鐵 那個來不能喝冰的 然後我們現在坐在店裡面 有一個位置 我們就想說可以先工作一下 我有帶我的ipad 可以來做一下cover photo 目前為止我妹不在都非常開心 今天一樣是我第一天solo在紐約 然後我沒有要去什麼很厲害的行程 我就是一來紐約我就是一直想要去公園 然後我今天就是來表妹家旁邊一個走路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到的一個公園 其實還蠻大的 然後表妹平常也會來這邊騎腳踏車 然後她說如果她沒有騎太快 她會繞一圈騎腳踏車要半個小時 然後我就想說我今天就是很悠閒的在這個公園上一下步 我有帶我的礦礦等一下可以來冥想一下 然後回程的時候可以慢慢逛回去 然後可能maybe再買個吃的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悠閒的一天 然後其實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好的 我覺得前幾天風還會微涼 今天的天氣就是真的是吹到身上的風真的很舒服 然後太陽真的很大 真的很舒服 我覺得今天冥想應該超棒的 我也不知道路就隨機在公園裡面晃 看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冒險 裡面的人就是沒有很多 我不知道是我沒有在主要的那個人多的地方 就是零星的一些人 星期字幕支持明明明 你們看有多少狗狗在這邊 那邊有小隻的 這邊 我感覺我可以在這裡做一整個巷 每一吃都會游泳 Birdy Boy游泳來這裡就不能這樣玩 你們看喔 你們看 要去接了 然後撿到球了 你看他主人還有這個棒子 可以把球丟得很遠 我在公園走了兩個小時 然後原本想說就是繞一圈選一個喜歡的地方 然後坐下來休息 我覺得這公園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它裡面還有動物園 我沒有真的看到動物園 然後沒有真的繞到那邊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小的湖嗎 然後裡面還有 我現在還有墓園 但我也沒看到啦 不敢往那裡走 然後裡面就是有各個大的草坪 然後還有一個溜冰場 就是超多東西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覺得走兩個小時 因為用那個來就覺得好累喔 然後就想說好吧那這樣累了就剛好就是一個 一個好的時間點找一個地方坐下來 所以就隨便找了一個比較安靜一點點 可是就是旁邊還是有一些人的地方 就基本上你只要往一個陽光的地方走就會有人 然後我今天呢我是有特別帶 我是來美國的 我有帶我的礦礦 但我只有帶一個啦 然後我就帶了我現在最喜歡的礦礦是 超漆 然後我喜歡這種很濃郁的超漆 打算在這邊就是握著我的超漆 然後冥想一下 感受一下大自然 享受一下自己的時間 你看它就是這樣透透的 很漂亮 很喜歡這個紋路 好多人在野餐喔 然後很多人帶小baby來曬太陽 大家早安 但其實現在已經下午了 今天的行程一樣是我一個人 然後我昨天不是去了表妹家附近的公園嗎 然後我今天呢就打算去中央公園 就在表妹推薦了一個bickery買了一個 像是派媽麵包 然後想說到公園走累的時候可以吃 今天天氣一樣非常非常非常好 其實我昨天走附近的公園 那個公園其實也很大欸 我回去看我也走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快三個小時 走了快要兩萬步 所以我想說我今天如果去中央公園的話 我應該隨便都會走大概三個小時以上 真的可能會走可能兩萬多步欸 所以就是今天早上有好好休息了一下 準備好今天的一個中央公園大眾走的活動 Go Go 我到中央公園了 然後一切都非常的順利 就從表妹家我就是 因為中央公園非常的大嘛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查說 要從哪一個入口進來中央公園 它真的太大我覺得我就算 今天也不可能繞整圈 所以我想說就從大概 大概中上的地方 我就從坐車到86階 然後走進來 不會再往更北了 我等一下就應該會就開始往下走 往南走 天氣其實蠻熱的 可是我覺得進到公園裡面來之後 就有樹蔭 就還蠻舒服的 就是我覺得來 紐約的天氣越來越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感覺 真的是可以穿到短褲短袖了 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出門 我覺得我對我來說最麻煩的 就是因為我生靈氣 然後我又很頻尿 所以我就很怕我到時候來公園 然後就還要去找廁所什麼的 然後還上網查了說 就是這裡有沒有廁所 中央公園是有廁所的喔 對 所以如果我覺得來曼哈頓的話 就是找廁所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如果你去博物館的話 博物館裡面都有廁所 是非常OK 然後我會去找廁所 我會去找廁所 我會去找廁所 然後我會去找廁所 我會去找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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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回到表妹家了 而且我覺得神奇的地方是 因為其實我一個人 然後安排這公園的行程 我最擔心的是就找不到廁所 今天超神奇的事 就每一次我就覺得 好像有點想上廁所欸 不知道這裡會不會有廁所的時候 所以遇到廁所了 就覺得哇好神奇喔 後來我去了那個Briant Park 然後我就是沿路這樣子 從中央公園往下走 然後就經過6th Avenue 然後整條6th Avenue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週末的關係 所以整條上面都有像市集一樣 然後就是有各種就是也有吃的 然後有逛街啊 飾品啊衣服啊什麼東西 蠻多的都有 Dangel一個戰利品 這也是目前維持在美國 唯一的一個戰利品 是一個粉金的戒指 其實還蠻大的 大家猜這多少錢 它是粉金的銀式 然後我剛剛就是買來之後拍給我妹妹看 說你猜猜看這戒指多少錢 然後我妹猜 50塊美金 大家覺得你們覺得這多少錢 公布答案 5塊美金 才5塊美金 才100多塊台幣 這麼大一K 而且我很非常的喜歡 後來在那個Briant Park的廁所 也上了 就是Briant Park廁所好像蠻有名的 然後反正我這個平尿女孩 我也去朝聖了一下 就是雖然排了一下下 但是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的久 然後是真的非常非常乾淨的廁所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 就是要上廁所的話 可以選那一間 就是非常的乾淨 然後也很方便 今天晚餐呢 就把原本下午的點心拿來吃 不知道放在包包裡一整天 變得怎麼樣 邊邊有一點碎掉了 其實很大一個欸 其實還蠻大的吧 所以我想說應該非常的夠 我才剛回來 然後其實天也還沒有完全黑 都已經快9點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因為比較晚天黑 你也會覺得就是更安全一點 我們等一下就會回來啦 然後就繼續開啟 我們兩個人一起的紐約行 會讓你回想到我們上次去 就頂山吃的Cronut 因為這個叫做Dove Crow 我有忘記上次吃的是什麼 這個很好吃 它裡面就是很有同性感 就不是一般那個甜甜圈 這麼扎實的那種 好好吃 都可以吃完一口 是假的 那我問你還想要等一下回去買一個 真的 好敬佩啊 哇 哈囉大家 I am back I am back 你一個人開心嗎 其實蠻開心的 而且我一回來 我姐就是跟我說 我覺得我一個人的時候 什麼事都好順喔 就我連坐地鐵都不用等車 然後就地鐵就來了 我覺得旅行中 就是原本兩個人的旅行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人 就覺得有種不一樣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就是 那就跟自己圈子都是一個人就不一樣 多人問我說會不會覺得紐約很恐怖 對 超多人私訊問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會 因為我就是我也不會去去危險的地方 我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不是就是去了我朋友的畢業典禮嗎 然後他在Cornell念書 因為Cornell就是在 那邊的城鎮叫做 Bithaka 就是它是一個小鎮 那邊真的就是一個大學城 旁邊就是 鳥無人煙 所以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是開車去的 就一路開了快四個多小時的車 才到他學校 但其實我是蠻開心我去了 妳看人生就去一次而已 真的我覺得我人生只會去一次 可是我覺得那邊真的是 就是校園的腹地超級霹靂無敵大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的話 你們可以去他們有一個 美術館的舞樓 一個觀景台 就可以一覽 就是整個湖的風光 而且因為其實Cornell 雖然是在一個半山腰上嘛 所以風景其實非常的好看 然後我就說哇 妳這邊感覺很棒耶 有朋友就說 妳現在是在最好的天氣來 那妳知道Cornell大部分 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都被雪覆蓋嗎 我覺得我就看妳帶來的 就是這些紀錄就好 不用親身到那邊 好 因為我們兩個現在呢 都開始有點抱病 就我的感冒已經快一個禮拜了 我就有快好了 可是聲音還是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它沒有快好 就是它就是狂咳嗽流VT 然後感覺彈爆炸多 可是這就是已經進入到最後一個階段了 就可能差不多好的時候 就會回台灣 我也覺得 我一直都超健康的 然後我昨天晚上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就覺得有點頭痛 然後胃痛 然後我就是吃了頭痛 跟胃藥 然後呢結果後來就開始突然狂拉肚子 但我是洗澡洗到一半喔 我就覺得不行了 就是我 會忍不住 會忍不住 就是它沒辦法控制 就是那種比較液態性的 然後就是拉到後來就不行 我就吃了直屑藥 然後還吃了兩次直屑藥 反正止住了 但目前為止現在是OK 可是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發現我右眼腫起來 該不會是去吃那些藥吧 我就是不知道 這不知道到底是食物導致 還是 是因為什麼原因導致 反正現在右眼微腫 但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我的體質是很容易消腫的 我希望等一下可以消腫 因為我就為了這場旅程 有特別買一些貝的藥 我昨天沒吃了 然後沒想到我姐全部都吃到了 昨天就哇塞 我說這個 妳有止氣藥嗎 然後我說 妳有胃藥嗎 我什麼都有準備 大家還是要準備這些藥 因為我覺得 雖然說美國都買得到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 那些自己帶的藥是最安心 對 以防萬一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今天的行程 感覺冰邊非常的期待 我原本超期待 我就跟我妹說 我原本昨晚就說 我們每天早上十點半就要去 我想說妳太早了吧 我說我們九點半起來 我覺得很OK 因為我們是最期待 就是要來逛Williamsburg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飾品店啊 還有很多二手的 二手衣服店可以去逛 然後也是表妹有推薦我們幾家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逛滿 然後就晚上我們要跟朋友吃飯 約了五點半 我就覺得哇好短暫的時間喔 然後但是因為我們昨天就是 折騰到半夜 就我拉路都拉到半夜 所以今天就是現在差不多中午了 上次來也有逛Williamsburg 根本就不太知道要逛什麼 可是我覺得上次我就不太知道 可是我印象中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超好逛的 因為它就是有一種那種小文青 就是跟那種大普牌 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Yes,I DON'T GIVEA FUCK I GOT ALL THIS POTENTIAL ITS DEEP INSIDE OF ME BUT THEY AAT WHEN YOU'RE SUCCESSFUL CAUSE THEY TRY TO BE THEY SIT THERE BEING JUDGMENTAL Because YOU'RE TRYING THINGS And THEY JUST WANT YOU TO SETTL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So GET A GOOD JOB Don't slack off WAKE UP EVERY MORNING MAKE A GOOD IMPREESSION ON YOUR BOSS Don't do ANYTHING THAT I WOULDN'T DO And when you're making money Make sure you don't spend it too soon Fuck that I'll do what I wanna do I got a different path from everyone and that includes you Who are you to tell me how to live life And these times it feels like nobody's right So I'ma figure out what else we succeed And then invest all of my time into that and proceed I need whatever they... Hi! 我們現在已經逛了Williamsburg 應該有逛了一個多小時了 因為我們今天目標就是想說逛一些二手藝店 我真的覺得很難耶 我就有辦法從二手店挖到寶的人真的很強 因為他們都是非常非常大間的 而且有各種不同風格的 然後好幾間都是表妹推薦我們 就是他平常就是也會來這邊買衣服 然後我們也逛了一些首飾店 然後我剛剛也買了一個真理品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來Williamsburg 就有非常多飾品店可以逛 然後都很可愛 而且我覺得就是他有很多家飾店 可是走進去裡面還是有一些vintage的 一些衣服啊飾品可以逛 所以我覺得這一區有點像LA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店面都超大價 就是再更文青一點的LA 非常 因為我覺得跟那個Mannhattan 非常非常感覺不一樣 是不是感覺隔幾天平日要再來一次 可以 因為我覺得這邊感覺非常非常好街派 因為我們今天是週末著 其實是平日可是今天他們放假日 所以就是會路上有些地方會有一些市集 所以表妹就說可以假日來一次 然後平日也可以來 先跟大家分享我們現在是要從Williamsburg 然後坐Ferry 然後坐到Dumbo 就是因為表姐就說這算是一個比較不觀光客的景點 因為它寫不景點 它就是他們的交通工具 就像地鐵一樣 然後這裡是Ferry 所以我們現在的時間是已經差不多快要天黑的時候 就有點日落 然後這樣就可以看到有一點點夕陽 然後等一下又是晚上夜景的感覺 就是你在船上就可以看Williamsburg 然後同時又可以看曼哈頓兩邊的景色 然後因為其實船票也不貴 像我們這樣買就是四塊錢 單乘四塊 對就可以你知道一個賞美景的概念 我很期待等一下上船 而且他們覺得船也蠻平凡的 大概二十分鐘就有一番 就真的是一個交通工具的概念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吃的晚餐 因為實在太驚豔了 我覺得應該算是我們目前到美國 我自己覺得是最好吃的一餐 因為應該確實在美國吃晚餐 就是蠻 就是還是蠻貴的 可是我覺得昨天那個一個人吃下來 大概七十二塊 大概兩千出頭台幣 我覺得非常值得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般就是你如果是吃東西 比如你去一家麵店 一碗麵就要二十塊美金 然後一個貝果可能就要十五塊 可是他那個昨天的是主廚推薦的菜 就是主廚特別挑選他們餐廳的特色菜 所以你可能每次去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總共是有八個鹹的兩個甜的 我覺得就算是我是大胃王 我覺得我都有吃飽的程度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會吃不飽 就是又好吃然後又會吃飽 另外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覺得這個料理的風格 就是台灣也有墨西哥食物 可是我覺得就是這家做這樣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單點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要點什麼菜 所以等於說你這樣自己他幫你配好 你也不用那麼困擾 嗯 我真的覺得如果你們有去 Willensburg的話 這一家餐廳一定要排到你們行程當中 因為其實他外面的那個入口非常神秘 就很暗 我朋友都說感覺看起來像一個tattoo shop 就沒想到進來是一個餐廳 對我們是要先去911博物館 那我們昨天有預約了時間 所以就是可以 大家如果要去博物館的話也可以先預約時間 就其實我剛剛我昨天晚上是直接在客戶上面訂票的 其實會比在官網訂便宜 因為我們明天要去OLED 所以就是如果有兩個行程的話 就是說會比你直接兩個分開買會更便宜 它就一個package的感覺 你就可以先買好 我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兩個自己都覺得就是 紐約最漂亮的那個夜景是在布魯克林大橋 而且一定要早上晚上走一次 然後尤其晚上的夜景是最漂亮的嘛 但因為我們昨天就是表面有推薦我們說 我們可以搭ferry 我們昨天去搭之後 我們就覺得真的是blow our mind 超美 就我們是先搭ferry So it's Willensburg 然後搭到Dumbo 那這次從Dumbo走布魯克林大橋到Mahatton 然後我們 你知道我們就是在ferry上 他每個人手機都是拍不停影片照片 然後一直覺得哇太美了 因為我們是在有點夕陽下的時候 就從夕陽然後慢慢開過去 就到天暗下來 然後就是Mahatton就是因為都是那種 大樓高樓大橋 concrete jungle 整個都是你知道大廈 然後會有亮光 就超漂亮的 然後我們之後再去從那個 布魯克林大橋的時候 欸大家都沒有把手機拿出來 有點黯然失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搭搭看ferry 我覺得非常滑 所以我們上去的時候 其實人也沒有很多 可能因為我們那個方向好像是 人比較近 因為我們後來就是到Dumbo之後 要上船的人就超多 嗯我覺得大家來紐約 一定要試試看這個行程 這個ferry行程 目前是我現在覺得最驚豔 最棒 其實就是說走之前要再去 非常的浪漫 超浪漫的 而且因為我們這次來天氣比較好 就覺得是很舒服的 如果冬天來就可能會蠻冷的 對現在我覺得如果你是夏天秋天來 一定要加入這個行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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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為我覺得吃得完 我覺得你可以吃得完 超好吃 認真超好吃 因為它肉超嫩的 所以其實可以吃很大一口 都不會覺得很乾 這個側面看這個肉真的好可怕 這蛋冒煙 好了我要吃Rubin 爆炸好好吃喔 肉也是嫩到一個極致 裡面配的東西就是都恰到好處 它裡面是有酸軟瓜嗎 酸菜 真的嗎 這個肉比較嫩 我剛才就已經吃了非常好吃的三明治 然後原本想說 我原本想說就是 各吃一半我應該吃得完 可是吃完一個 我就覺得差不多已經九分飽了 然後我妹子也一個都吃不完 結果他吃到最後 我就問他說他覺得好吃嗎 因為已經很像大胃王比賽到最後了 你知道每吃一口都是很艱辛 每嚼一口都要三十下才吞 然後也吞不下去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肉量 對於我來說真的太多 沒有辦法一次吃那麼多肉 結果我覺得一開始是好吃的 可是到後面 我大概吃了四分之一的時候 我就覺得快不行了 四分之一 因為我是吃一半的一半 對一半的一半 我就覺得不行了 那很少耶 因為我覺得我吃完應該有過二十分鐘 我妹子還把它吃完 我覺得我姐超常吃超快的 Anyway我們現在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們今天主要的行程是去逛了911博物館嗎 對 然後我們上次去經過的時候覺得 哇就是那邊非常的震撼 然後覺得很sad 然後我想說哇再進去裡面的話 可能會hold不住 上一次我們就沒有去到 然後這一次我們就是還是決定要去了 然後進去之後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推薦大家去 雖然說看的過程一定會很sad 就我覺得我自己也是速度落淚 然後你旁邊也會看到有人一直在行謎梯啊 欸它裡面有很多區域都有放衛生紙 超多就是非常貼心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就是它設計還蠻好的地方是 就是它就是從事發的時間點開始 然後讓你知道說事情實際上經過是怎麼樣的 然後有很多小影片倖存者的一些分享啊 裡面有非常多很震撼的畫面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語音是可能在飛機上的人 然後最後打給他們家人的那種voice message 然後真的聽到都覺得天啊超想哭 嗯 沒關係你就哭 就那個地方哭很OK 因為很多人都在哭 都在流淚都在心謎梯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一去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我們大家都有共同經歷到的 其實這件事情也很有印象 就也是很震撼 但是當時在電視上新聞看到覺得 這件事情真的發生在現在 就覺得很不可思議